在NBA70多年的历史上,有过很多成功的球队,有过许多传奇的球员,有过很多让人惊奇的进球。 但是有一件事情,却不是经常可以见到的。 这就是,黑八。 由于NBA季后赛东西部各有八支球队参加,所以压哨上传排名第八的球队,要面对的是分区排名第一的竞旅。 而在NBA的漫漫长河中,黑八支出现过五次,离现在最近的一次是2011-2012赛季,费城76人队4比2击败了东部第一芝加哥公牛队。 而其中最成功的黑八,当初1998-1999赛季的纽约尼克斯了,他们甚至一路黑到了总决赛,最终不敌圣安东尼阿玛瑟,成就了双塔的第一次总冠军。 今天,老徐就给大家聊聊这一次最成功的黑八传奇。 1998-1999赛季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赛季。 乔丹最后一头晃到了拉塞尔,击败了绝世之后,甩了一甩衣袖,飘然而去,留下了乱成一团的NBA。 由于受到劳资谈判的影响,这个赛季常规赛只打了50场,是一个缩水的赛季。 而纽约尼克斯则表现低迷,常规赛27胜23负,仅仅排列东部第八,侥幸杀进季后赛。 这个赛季,刘英已经36岁了,而且由于上病,刘英直到常规赛20多场以后才出现在赛场。 同时由于身为球员工会主席的大猩猩,在劳资谈判中操心过多,他的表现很不理想,即使还可以拿到17加10的数据,但是相比以往,已经差了很多。 赛季开始之前,尼克斯攻勋后卫,曾经隔扣乔丹的斯塔克斯转投金中,内线蓝领老项树奥克利也离开了球队。 主力大前锋大妈约翰逊年事已高,刚从猛龙换来的坎比,还是个生瓜蛋子。 后卫揣尔斯和沃德的任务就是把球带到前场。 心签下的斯普雷威尔刚从差点把前主教练掐死的竞赛中放出来,也就是中投王阿兰,休斯顿正值当大之年。 这样的尼克斯,看着就让人心里没苦。 当年的东部第一,是尼克斯的老冤家热火。 这支哈达威和铁汉莫名领军的球队,在前一个赛季和尼克斯的对垒中,曾经爆发过NBA历史上著名的大规模斗殴。 尼克斯主帅范甘迪,抱着莫名的大腿,被拖出几米远的尴尬镜头,也成为了经典。 这个赛季,热火卷土重来,高区东部榜首,两只苏迪在首轮透面,这简直就是一轮护殴。 你给我一拳,我踹你一脚好不采烈。 首战尼克斯20分取胜,四战热火赢回10分,第三战尼克斯,卷土重来赢了24分。 第四战热火,拼死反攻胜了15分,2比2,在还是五局三胜制的情况下,两队抢五大战。 第五战还剩4.5秒,热火77比76领先,尼克斯球权。 尼克斯的中投王阿兰。 休斯顿,挥出那致命一箭,他持球往篮下杀去,但是时间不足以让他使用教科书一般的中投,他选择了当时还不是很常见的抛投。 皮球好像是在和人们开玩笑,先是磕到篮颜,赋又与篮板亲密接触,最后,才很不情愿地落带。 78比77,尼克斯以一分优势淘汰热火,创造黑巴奇迹。 中投王一路狂奔,而铁汉莫名抱着头痛哭。 拿下热火之后,尼克斯面前豁然开朗。 半决赛横扫老鹰之后,尼克斯在东部决赛迎来了此前两轮横扫对手的步行者。 这又是一轮惨烈的较量。 前两场比赛,双方一致一大平。 第三场,步行者队来到麦迪逊挑战尼克斯队。 中场前11.9秒时,尼克斯队还落后三分。 这一次拯救球队的,是已经默默无闻好几场的大妈拉力。 约翰逊,这位矮粗壮的拳击高手,在三分线外45度接球。 面对防守者,他一个假动作甩开对手,随即出手。 皮球在近况的一刹那哨声响起,约翰逊打4分。 而随着约翰逊加伐命中,尼克斯队最终以92比91险胜。 最终,尼克斯再次闯关成功,以4比2竞群总决赛。 这是历史上唯一一支打进了总决赛的黑八。 但是尼克斯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。 刘因在冬决第二场就手掌骨折,赛季报销。 而且约翰逊的西商也出来捣乱。 而他们在总决赛的对手,是拥有双塔的马刺。 马刺是以常规赛,37射13副,排名西部第一。 季后赛首轮3比1套泰森琳郎。 4比0横扫胡人和开拓者,进军总决赛。 这个时候的马刺,罗宾逊体力尚好,邓肯蒸蒸日上,小将军约翰逊场上指挥,波波为奇运筹为我。 面对内线无人可用的尼克斯,夺取球队历史首个冠军,指日可待。 结果也是这样,4-1,马刺击败了缺冰少将的尼克斯,成为了第一支从ABA到NBA后夺冠的球队。 二年级的邓肯总决赛中场均轰出27.4分,14个篮板2.2次盖冒。 罗宾逊场均也有16.6分,11.8个篮板3次盖冒入账。 但是,人们记忆最深刻的,是苦苦坚持的尼克斯。 在平临绝境的时候,尼克斯球迷打出了一句标语, W is still believe,感动了所有人。 纽约人的努力,让马刺遭遇了这一次季后赛旅程的第二场失败。 而狂人斯普雷威尔大战双塔的尽头,也成为了历史上永恒的经典。 这就是历史上最黑的一次黑巴经历。 这就是那个时代铁血篮球的巅峰。 这就是那个时代铁血篮球的尽头,也成为了历史上永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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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尽头。 感谢观看